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特備節目 討論扶貧政策的一系列節目 我隔壁的是邱建文 邱建文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 SUNNY 你覺得在你工作的接觸 就業貧窮是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趙家綱都很嚴重 我們本身就是在深水埗區工作 如果特別嚴重的話 就是一些非外判工的員工 我接觸的街坊特別困難 通常都是中老年 比較低學歷的 大家一般理解在職貧窮意思就是 即使他有工作也好 但收入也好 甚至入不夫之 剛才我會特別說外判工和非外判工 其實大家都會了解到 即5月1日之後 政府實行最低工資 大家也會 18元工時 以前18元一個小時 現在就28元一個小時 的確有一部分的勞工 他的待遇是改善了 特別是外判工那些 即政府經過清潔工人 清潔工人有實壓力 現在有些保安不知道有沒有得益 這個可以再講 外判工政府說 休息日有錢 飯中錢也有 即一個月 現在如果31日的話 就是6,944元 如果30日的話就是6,720元 就是最低工資 其實做外判工的勞工 即探訪的時候 他確實是開心 因為他一個月多成千多元的工資 以前5,400元 現在6,900元 他們的待遇是改善 但是如果看回僱主那邊 有些是僱用他們的 可能是管理公司 或者是小業主 他們又很冷靜 如果外判工那些就不會 因為他說政府保貼 如果非外判工那些 就說你這樣 政府帶頭增加成本 那我這些 他有些擔心被迫住 他也要加 但我們看到其實 非外判工那些 他未必有這個保障 即政府又說休息日 不一定認要有錢 其實他們的待遇 其實未必有改善 譬如我們有時 譬如有些是做股安的 他最低工資 反而變成他們的最高工資 譬如我們接觸的案例 都挺可悲 就是他之前做開7,300元 只有八個小時的保障 但是 剛才5月份出糧之後 只剩7,000元 少了300元 即他還要是公司 是否扣了食飯時間的籌金 還是怎樣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總之 他最低工資 如果是八個小時 我連買休息日 就是6,944元 我給你7,000元 咦? 我也合乎法例 我沒有辦法 是最低工資 但他們之前下開7,300元 現在就變成7,000元 他們的待遇其實是 反而差了 在這些非外判工的員工上面 還有就是 有些工作 其實他 他的時薪 一向都過28元 例如你做裝修 做地盤 但是那些工作 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本身的工作 就不穩定 那些是散工 散工 是長散工 可能他現在做裝修的 集工三百五四百元 但他可能一個月 只有十日公開 一百日公開 其實只有三千多元 四千元 那些其實最低工資 即使實行了 都幫不了他們 你看回來 是否覺得政府好心做壞事 我覺得其實本身那個條 我們都傾向這個法例 都是繼續實行的 即是最低工資 即是他的確有一班工人 他原本的待遇 是可能只有20元 或者25元一小時 然後現在最低工資之後 他人工是多了 起碼都有一兩成 的確是可以幫到的 但是就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想似乎私營企業 政府是難去處理 因為始終那個 都是用市場的價格去規定 如果你說 即是在職貧窮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其中一個 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 其實是那個外判 即是政府外判的問題 即是如果政府是不外判 自己主要請回 其實那個工人的待遇 其實一定有補償和改善 因為他外判的原則 就是他價低者得 如果他 但是你看回今次政府 譬如說要派6,000元 我們香港的永久居民的時候 由政處派是32元 還是31元 我都不記得 但是如果銀行做 是十幾元 你又看到 是一個很大的效率方面 或者是 他們的成本價 或者是很不同 是 但是因為政府外判那些 譬如清潔那些 那些是低下階層的工人 其實那裡是 可能對於 大家來說 一個員工省幾百元 政府可以省很多錢 但是其實幾百元 對於低下階層來說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錢 會不會 說回頭 就是我們香港的工會 他可能幫這些工人 都是做得不夠 我記得我曾經聽過 一些外國的朋友 跟我說 在外國做清潔工人 不是一個低微的工作 派信也是 做郵差 有工會的保障 他們工作 當然是 體力勞動的辛苦 但是他們 下班之後 一樣可以 觀仔骨骨 一樣開跑車 不知道他原來的工作 是這麼低微的 但是當然 或者我們 反過來 應該說 工作是不分貴賤 他有工作的崗位 當然是一個 所謂驗戶的 工作崗位 所以時候 應該是 給多些錢才是 真的 那裡其實 我看回整個 勞工市場 本身 坦白說 低技術工作 其實是 供過於求 其實香港 可能需要 一百萬個 低下階層的員工 但是香港 有二百多萬 其實在僱主 選擇的情況下 他自自然 當然可以 譬如你五千元 你不做 我找另一個 而現在 因為有法例的保障 他最少要 付出最低工資 那個人工 我覺得 對整個社會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 起碼被人知道 我肯努力工作的話 我起碼有一定的收入 其實 變相是鼓勵 一些人出來工作 大家可能有時候 有些人會問 其實 拿了縱門 更好 出來做工 但是 其實 這句說話 當然有些人潛台市 說 其實縱門金額太高 所以要減中緩 但是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 反過來看 就是 因為縱門金額的水平 是按一個合理的生活 譬如 一個人 兩個人 他的合理的生活開支 如果一個標準的生活開支 是多少錢呢 如果那個人 即打工資的工資 比縱門低 其實是否反而 反而 不是縱門金額高 而是工資太低 如果現在最低工資之後 譬如 五千多元清潔工 現在去到差不多七千元 其實 對整個社會好事原因 就是 鼓勵多年人出來工作 但不好的地方 仍然有一些 缺戶 無糧的僱主 過往原來 但是 他給的工資經濟 是多於二十八元 但是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 可能他會做一些 剋扣的小動作 沒錯 你剛才說得對 林先生 譬如說保安 之前是七千三元 現在又變成七千元 其實這裏 真的 有些無糧的僱主 我覺得法例的原意 就不是 要令到人的工資 由最低工資 沒有辦法倒退 都是保障工人 取回合理待遇 但是奈何就是 現在 我想是 可能 香港人的性格 或者中國人的性格 都是逆來順手 我 靠自己 我賺到多少 都是這樣 環境 我都改變不了 我唯有接受 這可能是本身性格問題 但另一方面 的確 剛才說過 公過於後的問題 就是 如果七千元我不做 其實老闆可以找另一個做 太容易被人取代 所以 他們好像 打工走市 相對來說 沒有什麼 壓力 去爭取 即是 工人階級的 以價能力 向來 比較低 我聽見 李卓人說 現在 爭取的28元 最低工資 只不過是第一步 實際上 他一直以來 希望跟工人爭取 是一個 合理的 生活 維持 基本生活 入息的水平 是 在外國 他們會計算 你 一個 什麼 起碼 生活的 要求 用那個來計算 譬如說 一個人家庭 還是一個人家庭 或一個人家庭 入息是怎樣計算 是 你見不見到我們香港 在這裏能夠有一個 缺口可以做到 其實 暫時 因為他現在 最剛實施 其實 可能他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用一個 時薪去計算 免得這麼混亂 但我覺得 其實 你說得對 外國的例子 可能是單親家庭 或者一個成人 一個小朋友 例如 起碼生活開始不同 是多少錢 這牽涉到 我們都覺得 是整個縱門制度的問題 因為現在縱門裏 經常有人說 縱門養懶人 那些人不工作 就拿縱門 其實縱門裏 什麼類別 有困難的人士都拿 例如長者 長期病患者 或者一些傷殘人士 失業人士 或者單親 都去拿 全部都是用一個 類似或一個標準 去申請 除了可能因為 半傷殘 或者全傷殘 所以就要多些人照顧 錢就多些 但其實他 沒有分得那麼仔細 就是說 如果他是一個 單親的話 或者可能多一些小朋友 其實他的開支是怎樣 他就未必有這樣 拆得那麼細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實政政府都是奸矛的 譬如是殘疾人士 譬如是長期病患者 長者 全部 拉進去 縱門本身 不應該是一個永久的安排 是幫助一些有困難的人士 渡過難關 然後最後他應該是 無論透過種種的方法 例如是去提升自己 去做一些再培訓 或者是能夠是 可能他有一些 可能是生活上的難題 過度了之後 他應該重新再來過 是的 就是說 你說是那個縱門 例如是 可能你剛才說的是 失業人士 是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政府其實面對外界 這麼多聲音 這麼多批評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否 即是以前政府有些叫做 福利六皮書或八皮書 它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即是覺得 十年之後或五年之後 即是整個福利的制度 或者我可能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譬如說 我會不會將 就是拿失業縱門的人數 減低的距離 但現在又未見到這樣的計劃 亦都未見到 好像政府好像有心 要將整個縱門制度改革 然後就 現在就這樣 總之所有 有困難的 不管你失業 傷殘 總之就這樣拿 其實都很混亂 因為那個是 我們如果釐清了 知道了 那些縱門每一年 有這麼大的開支 原來有多少 是幫助低入息的人 或者是失業的人士 我們會清楚 現在混合了 我們是數很大 但我們不知道 原來是幫助什麼人 我想很重要的是 勞工 實在是希望工作 如果我們是 他肯付出他的勞力 甚至他自己的一些 有創意 他都找不到食 或者他一邊找工作 但一邊的生活都很艱難 就說明這個社會出了大問題 即是我們沒有 即是他們分享不到 我們香港的 經濟繁榮的 一個應得的那份 其實如果看回 當然收入是一個部分 即是他賺五千元 六千元多還是少 都會影響到他的生活質素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 就是那個是開支 其實一般低下階層 或者是基層勞工 他們的開支 最主要是三個部分 即是屋租 即是屋租 特別是屋屋屋 不是最高的那些 那些租金 現在大家都知道很貴 另外一個 你們的區域 深水埗那些 農屋更加厲害 以赤計 是比很多豪宅 貴過很多豪宅 貴過很多豪宅 而且他現在都 這幾年特別不停的升 以前可能你1000多元 租到那個板房 現在都要1500至1600元 即是說說增幅 起碼也有兩三成 這是住的 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他吃 第三方面就是交通費 其實這幾樣東西 就算我不要說什麼娛樂那些 但是你一個人 如果你是上班或者生活的話 吃屋租 吃同交通 這三樣東西 這三樣東西一定是避不到的 但是這三樣東西裡面就是 如果要幫助這些叫做一群共 或者要幫助他們 我覺得其實政府 可以從這三方面出手 譬如說 會不會加化氣公屋的數量 令到多些人可以上樓 令到屋租的開支減低 那可能即使他 這幾年 當他未來的那一年 他都是賺到7000元 但是如果一個屋租 如果有可能 我又二千元 可能減低 不要說減低 不要加了 固定在那裏 或者我上了公屋 我的租一個月 省了四五百元 一個月省了四五百元 一年就省了五六千元 其實這個 已經可以改善到 他們的問題 但似乎政府 又不太著力去處理這些民生的問題 另外 譬如交通 他都要搭車上班 當然 政府說 其實他今年十月開始 就有一個全新的交通費津貼計劃 只要你通過入息和資坑的審查之後 然後你每個月回到七十二個小時 那你就可以向政府申請每個月六百萬的交通津貼 大家麻煩現在是以整個家庭入息來計算 以前是個別人士去計算 以前是個別人士去計算 當時不是全港都是某幾個區 其實我覺得 政府其實既然你真的想著是 你要鼓勵人做事 其實你會不會想 應該可以放寬一點 我不要你個人也好 或者家庭也好 你交稅也可以夫妻一起報 或者自己一起報 我覺得其實 可以選擇 因為他不是 我探納手帆就拿錢 我是要上班 符合條件 我還要證明我有上班出糧記錄 我才可以申請到這些津貼 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 其實會不會放寬一點 就是我家庭也好 總之我符合那個條件 我就可以申請六百元 其實這六百元 可能你說賺幾筆東西 兩三萬四五萬 可能很少錢 但他們來說 他們真的每一天 要這樣度數 六百元已經是幫到 一個月六百元 一年就七千二 另外就是食物那裏 其實我們現在 人民幣就越來越貴 我們經常在食物 都是上面運下來 現在快餐店 連鎖快餐店的食用都很貴 都貴 以前我們去茶餐店吃東西 下午吃東西 你連動飲 你三十元一定有找 現在你趕到區 都要三十五 便宜的那些要三十二 下午茶 即是午餐 深水埗那些 以前你 即是深水埗票便宜 可能你二十三元 包括動飲二十三元 即一個午餐 現在都要去到二十七百元 即食物 他們出去做事 他們不可以說經常大飯 有時候開工那些 不方便叮 他都要出街吃 出街吃 你現在一餐每日 貴五元 這也是他們 比較大的開支 所以你說 在職貧窮問題 我覺得 暫時最低工資 就從收入那方面入手 但如果從開支控制方面 我覺得政府可以 從剛才所說 建一些公屋 解決屋租的問題 交通費 津貼可以放寬一些 或者可以 之前有些團體建議 一個交通費的穩定基金 例如說地鐵 加價那些 他們可以去處理 其實如果這些 基本民生日常開支 必要的部分 政府可以做多一點 其實他們的生活 都可以改善到 即使他們的工資 可能未必有很大的加幅 但我想對一個工作的人來說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挫敗 我很努力他的工作 工作可能八小時 十個小時 甚至十二個小時 而居然 他仍然是墮入貧窮的困境 而且我不太明白 為何政府到今天都不能夠 接受一個所謂 叫做貧窮線 為何不肯畫那條線 你剛才說的貧窮線 其實政府為何不敢畫 因為他知道 如果一畫 他畫呢 糟糕了 畫了之後 我就是介令自己 這班人是窮 我政府要處理 這樣 他不敢畫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害怕 畫了之後 人數太多了 譬如社聯現在說126萬 他害怕畫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吵 你要處理 這樣 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 譬如政府說 我們會處理貧窮問題 我們會解決貧窮問題 但你也要有一個指標 告訴你 我做了多少 或者我處理多少 所以其實貧窮線 鑑定 我覺得是應該要鑑定 譬如現在社聯 就有126萬 假設我們跟他的標準 譬如舉例 五年之後 政府要將這個人數 要減一半 要少過60萬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 或者政府工作上 很清晰 我就是要怎樣去滅貧 我的目標是多少 其實應該要這樣去做 現在看來我們政府 就不是這樣想 就是很害怕 他們只是一個駝鳥政策 大家意當不知道 但如果是社聯很有權威 地根據他們的數據 整理出這個數目次 就在這 除非我們說 好像當年 當年的葉律稅局長 有百多萬人 是內地非分生和分生的子女 來香港 那些分明是作大 因為本身在人口的普查 抽查那些冰箱 就會出事 其實剛才說 為何政府說 其實那些貧富元素問題 說了十幾年 就是那些屋租貴 香港很多窮人 其實說了很久 但為何我們政府 好像沒甚麼著力去處理 其實這個 雖然好像說了一點 但其實也有一個關係 就是我們民主的制度 我們選舉的制度 因為現在我們的特首 我們的政府就是 他的票在哪裏 就是選舉委員會 去800票中文曾蔭權 下年可能是12票 16票 其實那些選舉委員會 那800人其實是甚麼人組成 可能是商家 或者某某團體代表 我們民間團體 我們本身是一個小市民 我們有沒有權選特首呢 我們126萬窮人 有沒有人可以選特首呢 其實我們沒有 所以其實曾蔡權說 你都沒有選票 我甚麼來 我只是你的商家 就行 一個沒有認受性的特首 而且他又不會拿一個政綱出來 是用選民去監察他 有沒有做到他答應了 因為他不用和你交代 我會做好這份工 層次就太低了 好 我們一會再和大家談談 究竟在保安員的情況 特別可能是單動式的 這些樓房工作 會不會因為這次政府 28元的最低工時 令到他們生活有改善呢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香港很多人 有所事是很奇怪的 當政府的政策一燒及自己 他的立場就會搖擺不定 甚至會計算自己 會不會因為這樣 原來我要付出多了 於是他們的臉都不一樣 例如有些中產階級 經常都會怨的老闆 說人工太低 加得不夠高 公務員加得多好 又或者其他人 為何他們的專員士 他們的酬金這麼好 到了保安園 特別是一些不是屋苑 屋苑是大屋苑 我們一會再談 特別是單棟式的屋苑 那些老伯幫他們看著地方 都很多年 大家都相熟 但他們可能仍然 不會當他們是一個 相識很久的朋友 或者覺得 份內都應該照顧他們 很多人搬老人家出來 他們很慘 他們自己在單棟式的樓 又要負責維修 一陣油蜜 油蜜 他們如果因為這樣 要給多些錢 又要計算休息日 又要計算每日五線的時間 都要給工錢 覺得很淒涼 你接觸到單棟式的保安人員 他們有甚麼苦水 其實這裏就要看回 他本身洞樓的法案委員會 法團他們的做法 其實有些法團 我覺得 你最低工資之後 我要加管理費 譬如他請個保安 我們機構下面的保安 他之前都是五千多元一個月 他都是六十多歲的保安 八百元 如果現在最低工資之後 剛才介入了條數 如果你回到八小時的話 你都已經六九四四 如果現在十二十四小時 你一定要有保安 成本會加很多 我每一戶 可能每一個月 都要加幾百元管理費 他們覺得 我寧願不加 如果不加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他們的法團有些談了 就是 我們以前二十四小時有保安 現在兩個保安 就人工不變 但是回個小時就少了 那有沒有中間有個真空的時間 有的 如果真空的時間 發生了一些治安的問題 那又怎樣呢 博不博得過呢 他們選擇了博的 他們選擇了博的 這就是他們的一些做法 另外就是 我如果真的要 要這樣請 要加管理費 那些年長那些 既然是這樣 我都出錢 我為何要請一個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 不如我請一些年輕人 那些老年那些 接近退休那些 他們就更加難去找到工作 那些他們就受到最低工資之後 其實他們就會有些情緒 有些覺得害了他們 但是 很糟的 如果這些他們可以自力更生的一些 接近退休年齡的老友記 但是因為現在這樣的改變 令到可能比較精壯些 就是取締了他們的工作 那這些人 又是跌下去縱緩 又或者可能他們的家人 要照顧他們多些 其實這也是一個事實 我們不可以否認 就是說 最低工資之後 沒有事的 不會有人沒有事做的 這個 大家都不會相信 而其實看回政府 統計處的數字 他說如果定28元的話 預計會有四萬五千人左右的失業 因為最低工資之後 而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中老年那些 八百 他們就是屬於那四萬五千人裡面 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實這些人去失業 怎樣去處理呢 就是 當然一個如果比較無奈的做法 就是他都中老年了 可能都要退休了 或者可能無奈地要 如果有積蓄的 就自己頂了 沒有積蓄的 可能需要找政府幫忙 但是如果你說積蓄的做法 政府就是其實 為什麼會 如果多次失業的話 他反而就是 他會製造更多些 就業機會 去給人做事呢 這個應該是政府 有責任後 有多人失業 那就是拿福利 或者是靠政府 其實不應該這樣 應該是可以做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 可以給更多些人可以有工作 自然多工作的時候 人工大家會調升 你有沒有機會見過張建宗 主要那些局長永遠都說 哎呀我們做很多 幫很多這些年紀大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培訓計劃 甚至對年輕人 我們有這些方法 令到他們 雇主又可以有一個津貼 讓他們能夠入職 吸收一個工作經驗 他正義想念 好像在幫很多 其實他很多都是腦吊重彈 他其實都是現在現任的事 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他說做很多的意思 其實他把這個事 我也是繼續這樣做 但其實你問他有沒有 再積極下一步去處理的問題 他又沒有 這個牽涉剛才說 其實政府有沒有定定的目標 比如說 我要把失業人數減到多少 或者我要把一個貧窮人口減到多少 他由這一方面 他自己本身都不敢定的目標 他亦都不是很積極 其實我說的不積極 不是說我這樣說他不積極 而我們的確看到 要一些團體 或者要那些 上面我們家爺 一些有權威的人士 像王光雅說 香港房屋問題好像處理得不好 相對沒有澳門夠了那麼快 他說一聲 然後特首馬上轉軚 但其實這個訴求 這就是我們特區政府的官員 不需要拿來衰 相對來說 當然我們的公共夥的政策 遠比澳門做得早 做得好 但問題是在這裡 真的虧了張 虧了張 其實的確就是 譬如現在說的 屋租櫃 他都 之前說什麼治安心 或者是 說十幾萬人排行公屋隊 他真的沒有什麼 特別去刻意處的問題 雖然他說司令報告 一萬五千個公屋單位 但其實這一萬五千個 其實在司令報告之前那一年 已經都是這個數目 他也是沒有變 一萬五個就夠了 你覺得他十月份的司令報告 除了應住王光雅主任所說 立即加工 可能立即從頭居屋興建的計劃 其他方面在工資 在職貧窮 他會不會有些工作 我坦白說 對他沒有那麼期望 不過我們都要求他一些事情 他可以做 例如先說 公屋的數量 撥多一點 撥多一點 起公屋快一點 其實居屋 我們都同意有個狀 如果對於低下階層 其實就是因為 如果你居屋興建的話 因為他有一些公屋的人 他比較有錢一點 都可以流轉到 他可以兇一些公屋單位 令到人快點上樓 所以這個我們都贊成 另外就是 剛才說過交通費津貼那件事 其實就是 比起派六千元的話 我覺得 你政府既然都 都是想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你會不會放寬 津貼制 個人計 家庭計都可以申請呢 這個我覺得政府其實可以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很難 但我覺得其實可以放寬 至於你說其他 譬如說交通費那些 其實雖然這個可能牽涉到很大的開支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為民生的話 會不會說 譬如說公營事業 即政府收購回 譬如說隧道 地鐵 其實現在的交通費都很貴 你當然是早上沒有聽 香港電台的言論 周庸的說法就是 現在去買 不要吃虧 因為他快要有好幾年 就完結了 現在行政會議 我不允許你加 你便去調解 去和解 去稅 去搞 可能一年半年 接著很快 經驗的專員 完了 在這個時候 沒有理由送大錢給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時機的問題 但是長遠來說 其實是不是他都認同 政府應該主動去拿回主導權 在這些公營事業上 我覺得 時機的事情 可以討論 這是一個策略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整個方向 或者整個民生的政策發展 就是這些公營事業 應該政府要拿回主導權 從在職貧窮的困難來說 你覺得 一 在這個住屋方面 要做點工夫 交通也是 吃又怎樣 我想 大家都是 在這個很基層的工作 那些朋友來說 都是很淡薄 不會說 要買名牌 不會 就是很普通的 他們都是回家 就是他們通常都回家煮飯 但是都知道 他們就算買菜 他們都說 之前我買五元一斤菜 現在都可能要八元一斤青菜 這些他們 坦白說 可能是 比較雲觀一點 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食物就是 內地輸入 人民幣不停升值 港幣不停變值 這個輸入性通脹 政府似乎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去做 但是會不會說 譬如現在的食物銀行 他們會否可以放寬一些 或者可能加碼 或者可能 我不是只是 派給一些 可能是低收入人士 可能我會放寬一些條件 可能是月入低多少錢 都可以申請 這樣 其實這些都是 一些方法去減輕他們 大家給的那些罐頭 真的對營養 或者對健康不是很好 其實 當然 食物的那些 可以再 例如那些種類 可以再選擇 或者控制 我也是派過方式 例如會否給食物券 可能去某些地方買東西 是便宜一些的 用這些方法 令食物的開始減低 你怕不怕人說 你學習以前共產黨 有些良品 有什麼配給 有什麼有物 其實這個 我覺得是 如果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有一個 譬如說 就算去食物或申請食物 也有些審查機制 譬如說 我縱門是縱門的人士 不可以申請的 或者他可能半年之前 可以拿一次 或者他是屬於某類界別人士 譬如可能要住私樓 或者老宿者才可以拿 我覺得那個條件 都可以定 有什麼大的動作 是政府可以做 或者趁當中 還有正遇下來 沒有多久的任期 我們或者 希望他突然間 有一天 大發慈悲 聽了你的主意 或者聽了何喜悅華的主意 之後 真的可以做到 幫一幫在職貧窮的工友 其實他願意建更多的公屋 或者甚至 我要 譬如現在的板間房 那些不合適的居住單位 譬如之前劏房死了人 現在劏房那些 一直存在很久 政府也不理會 譬如真的承起立法會議 說我們屋宇署那些 都無權去監管 我們處理不了 但是你要死人之後 你才稍微去關注 不是做事 我覺得這些房屋那些 關注不是很乖 真的要打得的 這個林鄭豪要做事 要做事 我覺得他有什麼期望 就是他在最後這一年 他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他在房屋政策上面 其實如果他在房屋政策那裏 他多些人上樓 房屋便宜一點 其實已經改善了很多 是的 但是你看到 譬如在這個 信報的林鄭子就說 一建公屋 居屋 他認為對整個房地產的市場 有很大的衝擊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深層次的矛盾 就是有樓的人和無樓的人 的確就是這個矛盾 就是你如果建多些居屋 或者你建多些居屋的話 的確就是低下間層的人會受害 但是有錢的那些人就是 那些人會買居屋 就不買私人單位了 所以令到樓價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些人有樓的人一定會反對 這個矛盾就是 我坦白說是 不能避免的 都是存在的 但是這個矛盾出現之後 政府作為一個 政府 其實有一個角色 如何去協調呢 我想很大的 一個需要去做大動作就是 怎樣令到 個個出來做的人都能夠 只要他是付出 一些起碼的公事 或者一些 寒水 不要說血 寒水 他都應該有一個合理的 基本的生活 是應該無憂 這個我們是應該做到的 其實 那會不會是稅制 都應該搞 搞來來來來 大翻身 即是有錢的人 可能要多納稅 然後就補貼一些低收入 對 在很多的社會 很多國家都是的 稅 或者是私人稅 或者其他 那些是奢侈品稅 或者物業的增值稅 等等其他 都是令到 那個財富 可以再來一個分配 其實這個我們都同意 還有現在其實 雖然剛才說 交通津貼 就說他用一個交通費名義 就是補貼一些有上班人 但其實 我們覺得 如果再做一件事 他不應該有資金審查 這個就是 你有工作的人 你收下某個數目 我政府就要補貼給你了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都有相類似的原則 但當然最完整的就是 你每年報稅 就是每年收入多少錢 去到某個水平 你要交多少錢稅 所以如果是 我們都覺得 長遠來說都是可以 同意這個做法 就是我們都爭取這個做法 就是政府有一個 付稅率的機制 就令到貧富懸殊 那個的策略 不一定要拉近一點 現在我們的經理系數 真的很離譜 真的 去到0.55多 已經去到嚴重的階段 差不多有暴動 再講一點就是 再長遠一點 就是 其實大家想回 為何二三十年前 為何沒有說 什麼人工太低 做很長時間 又或者為何賺那麼多錢 都來幫忙的生活呢 其實相對來說 以前他的工作機會 是比較多些 雖然現在說 失業率是去到3.6 3.8左右 張遠中出來 很厲害 又創新低 又創新低 但其實就是 那個低下階層的工作 數量的錢都不夠 如果你說 要怎樣再改善一點 就是你要再創造多些 對香港有利發展的 低技術的工種 譬如你說 請多些人去種樹 香港經常說 空氣差 加上環保 香港已經有很多交易公園 亦都是相對來說 政府每次都這樣說 特首都說 我去哪裏找那麼多地 好像很辛苦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是一個例子 我覺得各方向 其實就是 你要有很多 就業的職位可以做 甚至就是 現在香港 大家經常說 工作 工種太狹窄 現在很多崗位 我們叫做錯配 錯配 對 即是低下階層 你想到做什麼 要麼做保安 要麼做清潔 要麼做速遞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選擇 那麼 就令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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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受再培訓 再培訓 再培訓之後 就可以了 但再培訓之後 有些勞工都說 我為什麼要讀培訓 也沒用 我讀完之後 我立刻有份工 即是 他們覺得 如果讀完之後 我真的有份工做 他們就會做 那當然有些 譬如說 我讀完保安 我就可以去做保安 其實那些都可以 但例如 有些類似 可能是 他們可能是監務助理 但現在是有些很正工 香港人做不到 陪月 原來現在在內地 也有黑市陪月 是 可能陪月 通常就聘請女性 即是 每一個公眾都有 譬如有些 性別的限制 時間上的限制 這個我覺得是 整個是勞工政策 即是 到底我們的工作 其實可以有什麼 種類 可以給更多人去做 即是 我們認識的 可能要是飲食 可能要在茶餐廳 做適應 或是做廚房 但好像 譬如說 我不是再培訓 完全幫不了人 不過好像 他培訓出來的 其實是否香港已經夠 香港的保安 是否已經不夠 香港的監務助理 是否已經不夠 好像護士 不夠人 好像林先生說 資源調配 其實是否可以 再分配得更好 那 你有沒有信心 即使一個有為的政府 能夠令到 在職貧窮這件事 真的會 不是工人階級的擔憂 有沒有可能 還是天方夜譚 其實我想在職貧窮的人的擔憂 就是 有些街坊正在說 我如果 未來這一年 我不用問人借錢 生活到的話 我已經很滿足 即他們的願望已經是 我不用問人借錢 我自己處理到 自己生活的問題 已經很滿足 你說 如果政府有魄力的話 我想其實他們比較 他們說 以前上班 他們會覺得有價值 現在上班沒有價值 那個價值的原因 他們為什麼說沒有價值 就是 以前好像我用心做事 我真的用來做事 我起碼做完之後 我起碼有些錢證 有些合理的酬勞回報 有些酬勞回報 但是現在好像 你拼命做 做完之後 吃租 坐車 沒有了 都沒有錢證 他們就覺得好像 每天這樣做 為生存 他們就覺得沒有價值 這樣 還有可能有一個惡性循環 當交通費這麼貴 可能他住在遠一點地方 就說 不如我就不肯月區 你在一個區域裡面 可能有一個局限 於是你職位又不太多 這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 其實交通費 已經是 稍微處理了 但當然可以再優化那個計劃 是 好了 何喜華我知很忙 你的上司 你的主管 就去探望工人 他初步 拿到的印象是怎樣 你有沒有跟你們聊過 你說工人的印象 是的 即是說 看最低工時 這個法案推過 執行 5月1號執行到現在 應該出了大份量 或者快會出大份量 是 阿可以華跟他們談過的時候 覺得 有沒有真的被人欺負 這些工人 有部分真的有 即是剛才說的 保安的例子 政府 那些無量的僱主 就趁機借助最低工資 去 譬如舉例 一間保安公司 我一個員工 扣了三萬元 但那間公司有一千個保安員工 那你一個扣三百元 一千個 你想想 那個數目 都成三十萬 三十萬一個月 那我一年間公司可以賺到 多三百幾萬 那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 即是他們 即是他們本身是無量 那樣 但你說最低工資 那有些真的很好 剛才說 有些外本工 真的工人待遇改善了 五千多元 人工到達到差不多七千元 那對他們有幫助 但其他的就是 其實 對於他們來說 最低工資跟他不太有關係 那些不太有關係 譬如剛才說 那些行業 他根本就已經過了二十百多個小時 他都是拿回這個工資 他其實是 都是這樣 所以 我想這個政策之下 其實 坦白說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感受 有些真是被裁出來 有些真是 無端端被僱主 這樣 這樣 那些 其實 好像現階段 我們都會比較困難 到底我們怎樣可以再做好些 怎樣可以跟進呢 這裏好像 其實除了 有些人說 不如去籠署告 但你知道 一去籠署告 你為何單方面 合約 之前七千三元 現在七千元 但你知道 一做這個告的行為 基本上就跟僱主麻面了 反面了 反面了 即是工都摸開了 他就為了 沒有辦法補住工作 雅欣住 他們會憤怒 但有時候可能是 感到不敢言的狀況 這也是他們的工人異駕能力 看來我們的政府 都要認真 要知道我們的基層市民的生活 是很艱苦 想些計劃 真的 要想的 今天很多謝 SUNNY 很多謝你 我們繼續 扶貧系列 會繼續有其他節目 會有專輯製作 希望大家留意 阿華TV的製作 好